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六祖大师 法宝谈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来结缘以前 公司经营里面的存货很多 消费消不出去 变成要解散的命运 刚好我们原道法师和原道法师他说 你去找师傅 安排师傅去帮他看 看他问题在哪里 结果去看房子 颠倒做 他像这样做 甘平水 水是往下流 往下泄 所以做到甘平水 做了货存一大堆 大家做得很辛苦 我说你做了 要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 要逆水 改过来以后 好嘞 稳下来了 现在做产品 做妙妇给人用 做妙妇 搬到像做多少人 搬多少钱 那么你的好东西能够让更多人的安全 又能够使用 这个他的产品是整个世界性的 汽车 煞车 包括现在我们的高铁 我们的铁路局买了煞车 现在都买他的煞车 他的零件 他的产品 那么请问这是大圣或小圣 能够广力众生 视为小圣 很多人在那边谈 讲的满天灰 我告诉各位 做的小圣 甚至没有圣 不脚踏实地 绝对行不了道 所以行道 行道为上 有一个成语 为悟到 当你进入修行的境界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修行容易 悟到难 悟到就是已经进入小圣 悟到容易 正道难 证明这个道 正道难 也是小圣 要进入终圣 正道容易 行道难 行道难 可见这个行道是一个大圣 行道容易 红道难 弘扬这个道 红道难要讲各种的语言 我现在要讲国语 讲佛罗话 讲佛罗话 甚至很难 红道难 红道难 你们想想看 当要红道的时候 你已经进入上圣 要红道 又再接近最上圣 你把道红得很好 让大家听得懂 然后能实践应用于生活上 就是最上圣 最上圣 所以我们的法门 各位 你们要继续 念佛罗话 你们都可以成为最上圣 昨天我们又到金山国小 金山国小很不平安 原来前面路通 右边很高 学校经营很困难 随生随老师都不平安 那么不平安 这个校长 他很虔诚的佛教徒 有很多念佛 也因为念佛才有机会我们结这个圆 那么学校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没有办法解决 你只能咱们干着急 其中有一棵树 一千多 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那个形状非常的奇怪 树根非常的奇怪 树头非常的奇怪 非常奇怪的 里面就是轰轰动动 在灵魂世界 灵界的 他们一定在里面 藏在那里 而且那个奇奇怪怪的形状 学生眼睛实实看 变成在脑意识里面 就反射回来 会有很多灵界的事 当学生在附近玩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那边走了 那时候回去开始发高烧 混灵 那什么 那随小末后来 有心问到没心 怎么办 我教他呢 你可以用七彩袋 把宿头把它装饰一下 很漂亮 为什么要七彩 七彩是一个光 七彩是告诉我们每一位 内在心灵细胞生命的灵光是七彩兽 各位你的灵光是七彩兽 你们肉体细胞所发出的光是七彩 七彩的光 所以我们的头上在晃出光的时候 是七彩光 过每一位你们都有啊 我们大家不晓得而已 那么你把它干的 七彩的袋子 干的球桃也很漂亮 装饰一下呢 也是在帮助灵界 他们在眼睛四天里面 他们能够的 因为是因缘 开花 启发 灵魂世界 法界众生 孽在心灵 他们世界 他们如来性 往哪里去 往西方极肉世界的地方去 他们就会离开了 这个所在 这个是传道 那么今天呢 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 你们回去的 把这个方法讲给别人听 讲出来了 还没印证 是为小圣 小圣了 小圣还不错啦 再进入终圣 那有法解义 我今天把这个法讲解出来了 你们悟到了 解义了 你们也已经证到终圣 再来依法修行是大圣 再来依法修行是大圣 恐怖不然 颠倒梦想不然 不安不然啊 一切不然啊 尽离诸法修行 一年到一年呢 什么法修行呢 我看到鬼 看到神 看到魔 看到阿修罗 看到种种种种种 什么样的 你们就是 离诸法修行 一无所得啊 其中任何一项烦恼 你们没得到烦恼 其中任何一项 让你们是高兴的 你们因为悟到万法以后 你们呢 一无所得 会很自然的让他过去 明罪上圣 那么今天马上 各位同属悟到的时候 你们是为 就为罪上圣了啦 在这个法的阶段 你们就进入罪上圣 所以各位 一切法万法 归宗万法为心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人啊 你没有办法 马上一切 所有一切法 全部悟到 一起悟 碰到一件事情 你悟了 你就是悟到 碰到一件事情 你能够解决了 离诸法相 离诸颠倒梦想 离诸各种的痛苦 各种的不安 各种的烦恼 就离诸法相 所以我们今天开中的法文 就是要让各位 你们了解一切法 那么了解一切法 你们从哪里去了解 起 从义 义经的义 义呢 是在你们 本来里面就是藏着 然后早上一位女学生 妈妈很环绕她 她呢在研究所硕士 研究所硕士呢 做这论人做不出来 哦 几两年了 早上来我看一看 我说 嗯 你的基础 矛盾 你这个理论基础 就开始就矛盾了 所以当然你 论人做不出来 啊 问教授呢 他说我搞不清楚 要怎么做 哦 你在在查吗 因为他把理论基础 开始了 打开架 转开架 打开架 那么 你当然做不出来 那么这位学生啊 书 我懂了 我知道了 我的毛病在哪里 我回去马上改 哇 你照你现在想着 马上去改 绝对你的论论基础 就稳了 你马上很快 就会拿到 硕士的 论论 硕士的资格 从义经 你的义 你就可以了解了 那有人 我说师父啊 那我们读到半时 还不止掐指一算 你看怎么办 啊 对啊 还不止掐指一下 但是各位 你要掐指耶 你要知道一切法耶 不是跟我手一切一切呢 就好学了 那么你们还是要修一切法 修一切道 知一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乎 所以各位同修呢 你们现在学医经 学佛法 丢进去 没有关系 记不起来 没有关系 当你学到某一个程度 你要用的时候 了了分明 因为你读在 常读 一些法 而这些法呢 有的过去生 你们没有常 没有学过了 但是 里面都已经 具足在我们的心中 也没有远离我们而去 它也没有再增加 也没有减少 叫做不增不减啊 不增不减 所以我们的智慧 本来就不增不减 因为我们的心 包含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来到世间 我们的知识 智慧只有带着十分之一 下来而已 十分之一哦 你们现在读到博士的整个智慧 只有十分之一哦 不是 我在藐视各位哦 不是这样哦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 他带着十分之一下来 以世间法呢 你读了很多书 还是最头部 还是圆满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 昨天总统 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他们也在展现十分之一中的一部分而已 你看就不得了了 所以 义 百分之百 我们义 义者的心也百分之百啊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藐视自己 也不要随便去藐视任何一个修行的人 也不要任何去藐视 看不起一个 他即使身体残缺了 每个人 他的活性 如来性 本性 他已经尝诸万法 叫做法杖 法杖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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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像暗時在到電灰像我們共養一盞灰十幾盞這樣而已 無雙暗室都光明了 沒有湯了,外面的光明就進來 你只得奪到一盞小盞盞的燈光 好,不悟猶如夜都燈,無窗暗室都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渡,此生這生你不去顧著 你不去渡這個生起煩惱這個河,生死之河 此生不悟今生渡 現在所生起的煩惱也好,生起的快樂也好 所有生起一切所見都好,你不去悟的話 更待何時渡此生啊 你要丹老到當時才能夠機會更多的 跨越現在的想法和理念觀念見識見解 那麼這四季最高境界是這樣 那麼最高境界在我們的法文裡面 鬼谷之八寶新法 來者不去,去者不留 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好,我們大家所碰到的煩惱 你們不要去拒絕 馬上到了,就是我們要去悟 此生不悟,今生渡 此生,當下這個生起的想法,就是此生 你不悟,你不去悟 你的辦法過去也在逃避,一直在逃避 今生渡,讓這個現在的念頭,讓它跳過去了 好,更待何時渡此生啊 更待何時渡此生 來者不去,去者不留啊 時空轉化,時空飛逝 很快就過去了啦 這句話是不是很妙,很閒 但是更妙,更妙 我在那裡邊啊 無窗暗示都光明啊 告訴我們就是說 無窗暗示咧 就是我們把心儀 把學習的機會 你都把它斷掉了 學習的機會都斷掉了 很危險 以前啊,我有時間呢 有天主教了,基督教了 他們在傳道,電視傳道傳法 我也一定會來看 也會看 各種教派他們傳道 我也會看 看電視,聽他們講這個道 後來我悟了 哎呀,完全萬華為心 萬華為心 萬華為心 萬華幾億 萬華幾億 那麼,各位要了解 現在世界上 沙坡世界上 人就有在 為了鞏固自己的 世間的 團體勢力 開始提倡 要萬華歸一 要選五教合一 三教合一 要來選什麼教主 要自稱教主 現在完了 你們要小心 這不是正確的 三教合一 五教合一 叫三教尊主 叫做尊主合一 不是三教合一 儒教、四教、道教 三個教人都是在心而已 所以各位啊 我們要弄清楚 大家一個法文 一門深入 你們就不用去哪裡啊 找我口口中 沒有用的 這六祖慧能大師的妙法 我們要好好啊 來回去多誦、多讀 至少有一天啊 一日問四月 為什麼只要講一日呢 他不講民國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 也不講宋朝幾年幾月 你有年月日時 就是由我執 年月日時 你就沒有包含 沒有包含的一切時空因緣法 你有年月日時呢 你就沒有辦法跨越一切法 所以各位同修 我們在講經呢 最上聖的經呢 就講一日 漢如是我文 一日在某某在哪裡 這叫講一日 每一個念頭 生起來的時候為一日 每一個光明念頭 生起的事為一日 每一個法息生起的時候為一日 每一個法息生起的時候為一日 三讀貪真師 顛倒夢想那一剎那 都是一日 自常啊 一日問四月問六指大師 佛說三聖法又言最上色 弟子未解願為教授 你看 有修行的人 他情法 絕對不一樣 我們不懂 仙人你跟他講得好嗎 仙人你跟他講得好嗎 仙人你看這個 仙人你看這個 仙人你看你看 我告訴你 這都是 沒有誤到的 但是你不用圍得上去喔 你為什麼叫仙人 你叫什麼 你叫他援 好啊你援我就來 融入自然 你沒有煩惱 和自然抵觸 煩惱一大堆喔 你們懂嗎 很多人想 馬來西亞說 仙人仙人 你來的時候 我來我快點 我跑得過去喔 跑得過去呢 減少煩惱的時間 當你呢 在游以燃絕的時候 你就煩惱來了 到底你這麼沒力嗎 看不起我 這麼沒力嗎 我說 對 臭屁人 臭屁人 沒有什麼 可以抬高身價 那麼這一山啊 也許啊 你叫仙人 你多生的父母不一定喔 也許你多生的老師不一定喔 多生的 那些 叔尊 做多生的 多生的師父呢 一直給你叫 那些仙菜給你 你知道嗎 那麼你就開始起煩惱心 我告訴你 你煩惱就到 你知道嗎 一後 你家裡 人會看你 說 發仙的仙的 你怎麼樣 你笑一笑 很高興 已經有給你叫仙了 叫仙就不錯了 仙者是誰 三人 你 人家叫仙的 那麼你怎麼答應呢 愛惜本山人告訴你 讓人告訴你 乾淤 愛惜本山人 你愛惜本山人 那天咱們 update 我會不會 祖德流亡传奇山